在渤海口 渤海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有一条小鱼 这个渤海呢 那个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冷冻的一个世界 是一个很温暖的 它下决心呢要游到山顶 因为山顶上呢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 是冰冻的世界 小鱼呢游水非常的一流 非常会游 它呢在冲浅滩 然后呢躲过渔网 避开的水鸟的追踪 真的游到了山顶了 但是当它还没有喘口气 已经被冻成了冰 几十年之后 登山队员发现了它 哦原来这条鱼是渤海口 它怎么会游到这里来的 这条小鱼非常的勇敢啊 它穿越山川到截然不同的环境 了不起啊 但是边上有一位老者就说了 哎小鱼有优大的精神 但没有优大的方向 所以换来了他的死亡啊 人生就是这个样 我们有些人很努力 但是呢成功需要方向 很多人这个生意也做 那个生意也做 最后为什么没有一件生意做得好的呢 因为他找不到本身的方向 所以要懂得经常想一想 就算你一生拼命的工作 你这条路走得对吗 如果走错了 你想一想 你会耽误你的一生的 所以离你目的地越来越远 学博人精进也是方向 守戒也要有目的啊 我看你这条路走得来越多了 我看你这条路走不并地越来越来越多了 你这条路走不并地越来越多了 我你吃过来越南越南越赏 感谢观看